詞曲 李宗盛 他今天要跟我們帶來的題目是 Trust in Apple's Secret Garden Exploring and Reversing Apple's Continuity Protocol 請大家以一個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的簡報 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 因為去年在HeatCon的時候 我是在一間比較小的會議廳 朋友跟我講之後 我才發現我在R20 好 我這次要講的主題主要是 主要是介紹Apple有一個特有的 Continuity Protocol 以及我在這一年來 逆向它和探索它整體生態系列流程 那我們今天的Talk大致上會走這個路徑 我們會先講說為什麼會開這個研究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鼓勵性的故事 再來就是我們去介紹說 什麼是Continuity Protocol 不知道我們在什麼時候會用到它 因為Continuity Protocol它會有一些關聯 所以我們其實會再繼續介紹 iCloud APMS跟 iMessage的部分 之後我們就會進入比較深的部分 我們會介紹Continuity Protocol本身 以及目前世界上其他研究單位它們在這方面的研究 以及我目前對Continuity Protocol了解的軟體架構 它整個Stack 還有它本身Protocol就是你可以從 可以從Boothoof HCI那一層開始去瞭解這個Protocol 以及我研究目前做到現在對於這個Protocol的感想是怎樣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主要正職工作是 我自己主要正職工作是 目前是同時做DevLoss跟FullStack 在某一間公司 我是UcG Hacker的成員 另外一方面的話我在工作之餘的話 我是做獨立研究的 基本上就是我的下半時間都在做研究 我平常的話除了做獨立研究以外 可能會看到新的東西 可能就去摸摸它會黑它之類的 可能去看看paper 那我最近的研究主要是都是專注在與傳輸過程中的安全 好 那今年會開這個研究的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第一個是我想要去知道說 Apple到底是怎麼實作安全性這一回事的 因為Apple的東西大家都知道並沒有開源 那這代表說我們不能很方便去檢視它裡面到底做什麼事情 另外一個是Apple它基本上它在每次發update的時候 它不會去公開說像你的volatility內容是怎樣 可能在哪裡出錯 它完全不會這樣 它只會很廣泛的帶一句說在哪裡有問題 要把它把它修好了 那另外一個是我想要讓大家更了解說 Apple在他們的Sentouch裡面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的點是 我想要讓iOS裝置的整合性在非Apple device上更好 因為目前這些整個性質存在於Mac跟iPhone之間 或是iPhone與iPhone之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會講到說就是 我其實做這個研究並不是為了bug bounty 雖然有第一個原因是Apple並沒有對這方面有bug bounty 那我目前在這個研究中也沒有找到比較重大的漏洞 這是比較遺憾的說 雖然後面可能會找到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其實這個talk是有丟過去給Apple的 那Apple表示說他們非常歡迎第三方研究者幫他們研究安全問題 所以這可能可以解答到上一場有一位聽說問講者的問題 好 那我們照剛剛講的 我們一開始先簡述一下continuity是什麼 依據iOS Security Guide 這是一份Apple會在每幾個版本的iOS會公開一份安全白皮術 它會說continuity是在你的裝置間無痕地移動東西 例如說你可以把簡貼布移來移去 用其他裝置接電話 用其他裝置傳簡訊 或者是開熱點 或者是開照相機 照相機是新的功能 傳檔案 或是付錢 或是直接用 例如說用手錶接鎖電腦 那 根據這份白皮術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東西 那我們還可以知道說 這些東西是非常依賴在 Boothe Le以及iMesh iCloud上面 那如果大家有稍微玩過的話 會發現說這些東西基本上你關了藍牙之後就廢掉了 好 那為什麼會想要continuity 是我前面剛剛講的motivation的第三點 這點是蠻嚴重的 就是 例如說你今天要開熱點的話 你如果今天是拿Mac配iPhone 你要開熱點 你很快就可以開熱點 因為你只要打開Wi-Fi Menu 然後按下Wi-Fi選單 你的手機就會出信在裡面 點下去你就會連上去 這非常的快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用Mac的話 你可能你要先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點開熱點的選單 然後你選單還不能關著 因為你關著它就少不到記憶台 然後你這時候就要祈禱你的電腦 可以足夠快的速度連上那個記憶台 不然就會失敗 那我們再接著前面的Security Guide Security Guide它後面其實有提到 就是我剛剛說的第一點 它其實是有用iCloud等科技來支持它 另外一點蠻重要的 它說每一個訊息的加密 它的加密方式和iMessage是類似的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要說 我們必須先去看懂 iCloud APMS iDS 跟iMessage等等的架構 首先 iCloud的話基本上是在很早之前 大概是八年前它就出來的 那目前的話 根據Apple統計是大概八百五十百萬使用者 那它其實除了支持前面這些服務以外 它還有一些別的 例如說你每天會用到備份 找你的裝置或是傳訊息 那有一個最重要的機制是它可以對你的裝置進行Push APMS的話它的全名是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那有一個最重要的是每一個裝置會拿到一個獨一無二的Device Token 那另外一個是它基本上它的訊息是有做公钥加密的 然後它的傳輸過程就走TOS 至於iMessage的話 它是一個大家都知道就是這個東西沒有開源 那的確網路上是有一位強者 它有重新始作 但是它因為某些原因所以它不選擇公開它 但我們知道說就是這個是可以被重新始作的 iMessage是一個支持文字以及附件的傳訊息服務 那它同時也用到點對點加密 那從前面的Secure Guide我們可以再確定 它的加密方式和iMessage是確定的 但是實際上卻不是這樣子 我們後面會提到 那IDS的全名是Identity Service第一 它的確是一個users-based program 你可以在PS裡面找它 它其實是一個directory service 它可以幫助你拿到別人的iMessage的public key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要傳訊息給陌生人的話 它其實會先拿那個人的電話之類的 去跟iCall去查它的public key 這時候你就可以跟它進行公告加密 那在拿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它的電話號碼或是它的email 這也是為什麼你在iMessage的時候 你是輸這兩個進去 那iMessage其實有一個註冊機制 它在一開始你可能第一次登入的時候 你會產生兩把key 一組是RS的key 一組是ECDS的key 那後者是拿來簽帳的 先者是拿來加密 那他們的公钥基本上都會被傳到iCloud去 那因為有這兩個的上傳 在配合你的電話號碼和email 所以別人是可以用同樣的記憶子 去拿回你的公钥 然後對你做加密 那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你的私藥是絕對不會離開裝置的 如果今天私藥會離開裝置 那這個talk的主題就要改掉了 那但是有一個可以注意的是 這些私藥是可以在keychain.app裡面拿到的 然後你還可以把它回出 那你要怎麼用iMessage傳訊息 基本上裝置會先把你的訊息包成 Binary P-list 它是Apple的一個Protocol 但是你可以在keyhouse上找到 可以擠它的包 那它基本上就是把目標的public key 然後加上你那一包message 然後弄成BP-list 然後再用AES加密起來 然後後面再加一組station key 它實際上package它並不是長這樣 但是這是大概的概念 它就要把它全部黏起來之後 然後再加密一層 然後在後面再塞一個ECDSA的簽章 那iMessage它其實還有一個附件模式 就是你如果只要傳大於4K 或大於16K的東西 或者是你只要傳一個附件 它就會走入這個模式 那它會把你的內容全部用AESC加密 但是實際上在傳訊息給對方的時候 它是傳那個資源的URI 就是它有點類似Amazon S3的Sign Upload機制 它基本上會直接把那個東西的URI傳過去 那前面講這些 我們可以到我們正式的主題 是今天要講的continuity 第一點大家可能比較常用的是 其實是有一個功能 你可以用別的裝置去接電話 例如說在Mac上接電話 或者是在Mac上叫iPhone打電話 這個東西其實之前出過問題 那之前出過問題 細節我等一下會講 它這個東西在有來電的時候 它第一點是 它的電話從Modem進來 那Modem它會用APMS 然後給Local的Mac或iPad 這是第一步它先註冊的步驟 之後這個東西就可以用Incoming Call這個功能 那在有Call進來的時候 它其實會用UDP 對你本地的Mac或iPad做連線 然後建起一個通道做雲點連線 那這邊白筆書裡面有提到一點就是 你的你的靈響 就是在你接起那個 就是在你接起電話的時候 你的靈響是透過B.O.E.叫附近的裝置 叫它比較吵 那這邊我沒有研究 但是這邊我看之後 就覺得有可能可以把其他裝置 就是你幫它亂進營 這是有可能 但是還沒有去研究 好 那Call Relay的話 Call Relay有一個限制是 你的其他裝置必須要跟它在同一個WiFi網路裡面 而且它互相點得到 不然它會壞掉 那這個裝置像前面講 它基本上是依賴APNS 那這邊有一段是 也是在Security Guide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在那個Call結起來的時候 那個音訊會無痕地從iPhone傳送到手機 而且是用一個加密的點對點方式 這個跟我實際上看到的的確是相符的 那Call Relay的話 你如果要把Call停掉的話 你基本上也是用本地的裝置 然後透過APNS 然後叫那個裝置去掛電話 然後那個電話就真的會把電話停掉 但是這邊有出過一個問題 可以參考後面這邊 你直接拿這個標題去Google搜尋就會找到 那這些問題都已經修掉了 它之前會有一些像是DOS 可能讓人家不能打電話 或是spy 知道人家打電話 或是impersonation 就是假裝是別人打電話等等的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講一個就好 就是最近在香港蠻紅的機制 它基本上是基於BOE跟AWDO AWDO是Apple自己做的一個 有點類似WiFi Direct 但它不是WiFi Direct的機制 那根據Apple的說法 這個東西叫做 Apple Created Pure-to-Pure Wi-Fi Technology 對 雖然我不太懂為什麼它要自己做一套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的第一步是先用BOE做連結 那它的前置步驟是 裝置要知道說附近的那些裝置是存在的 就是它必須知道說附近的那些裝置可以收AirDrop 那它這個流程中 它其實會把Hatch放出去 大家可以用這個Hatch去知道說誰是誰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在AirDrop選單裡面 限制聯絡人這招是有用的 那它用BOE 它先知道說附近有這些裝置之後 它用BOE對那個裝置建立連結 跟那個裝置說我要跟你AirDrop 然後把必須的連線資訊傳過去 然後那個裝置就會開始跟你AirDrop 那至於AirDrop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一個強制的我朋友 他目前在德國的DU Dumpstraat 那他去年或是今年中 應該是今年中 他有提了一張paper 那我那時候有問他說 他會不會把他的石座開源 那這個朋友他的確有遵守他的承諾 他在前幾個禮拜把這個石座開源了 大家可以去找SIMU Labs AWOL這個倉庫 他應該是叫Open Wireless Link之類的 大家可以找到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說我們的 continuity software stack 它的stack基本上是每一個模組 都是獨立的模組 那他要跟SharingD掛勾起來 他起來的時候會去呼叫SharingD 跟他說 我這是支持continuity的模組 你在收到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要跟我講 叫我的某個function 那他的整體流程是這樣 就是從host 就是從HCI layer 到BluetoothD 這幾個模組 到SharingD 然後再到target module 那他整體的流程 我們先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他的訊息是有先加密之後再簽的 那這中間有點曲折等於才會講到 那這些訊息到SharingD之後 他會一路傳過去 但是SharingD他後面其實會呼叫Ideas 去勞工藥 然後勞完工藥之後呢 他們會去呼叫Message Protection 去做解密的動作 那之後再回去SharingD 然後再回去你最後要的那個service 那如果以Instant Hubblot來說的話 他的流程會像是這樣 今天一個裝置決定他要連到另外一台 另外一台裝置的熱點 那這些裝置他們會使用GATT 去交換他們需要的連線資訊 那其中會包含那一台裝置的WiFi SSID跟PSK 那這個GATT的UID是自訂的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出來 那在交換完這些連線資訊之後 裝置會送WiFi Probe Request 那後來那個開熱點的裝置 他會回Probe Response 然後給他一個Beacon 然後再跟他握手 這時候他們就建立連線了 那如果某一處失敗的話 那就失敗 然後他們就要重來 好 那continuity它有一個問題 是他其實會不斷地Broadcast 之後我會講說這些Broadcast 它其實可能會造成什麼問題 那我們可以知道是說 你在開著continuity的時候 你的裝置會一直瘋狂發送BOE Broadcast 那其中的話 它會包含你的 很明顯包含你的Mac 但是這個Mac 是Private Mac Address 那它會包含那個continuity type ID 封包格式會在後面講到 然後它其實也會把一些payload放出來 那有一點是 它其實永遠都會在 BOE Broadcast的第一個頻道出現 所以你不用三支Uber2就可以收它 你只要一支就可以了 那Broadcast Center Validation 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就是Broadcast 雖然是用那個裝置的 Private Mac Address去發送 但實際上你如果拿那個 裝置的Public Mac Address去送的話 那個裝置還是會離你 那它從Private轉到Public Address 這一段的話 是靠Broadcast有在Chip裡面 幫他們做一個VSC Vendor Specific Command 它會幫它轉移 那這些Private Address 是會在每一次Power Cycle 就是你可能對Radio斷電 或再加電之後 它會修改一次 所以你只要知道那個人的Private Mac Address之後 他直到下次重開機 或重開藍牙之前 都不會改動 那Broadcast Protocol 你如果有開Whiteside 然後你又插著Ubertooth的話 你其實可以收到 重點是Data這一塊 那你其實可以透過 透過Company ID這一點去知道說 這個包是Apple裝置發出來的 但是重點其實是後面的Payload 那下一張是在這邊 這邊其實我看一下 兩張是不是一樣的 對 兩張是一樣的 它第一個是Type ID 它有一串很長 那Type ID列表等一下會列出來 然後它會列出說 這一包Broadcast它的長度是多大 那之後會是它的Payload 那它全部的Type ID 我都幫你解出來了 那有一些新的Type ID 我是沒有解出來 但是之後可能會再放上去 但目前是我知道所有Type ID 那這個你可以在10.2版本以下的 Additional Tools for Xcode 底下 它有一個Packet Logger 就是基本上是HCI Logger 你可以拆它 然後拿到這張錶 你就可以知道說全部有什麼Type ID 那我們要講一個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東西是Tethering Source Presence 那它是Type 0x01 那它基本上會把你的電池 剩下的Password給露出來 然後也把你的 目前的連線狀態 就是可能你是吃LTE之類的 或3G 3G 2G 它會把它放出來 也會把你的 也會把你的Sale的品質也放出來 那我們會從這部分切入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在這方面 就要想說continuity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從什麼角度去切入 那前面的話其實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會Privacy Leak 第二個問題其實是可以Spoofing 但Spoofing的難度會比較高 那Privacy Leak如果前面有在想 前面有聽到的話可以稍微等一下 Privacy Leak 主要是因為continuity的特性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可以達成Device Tracking 第一個是我可以做Device Fingerprinting 第二個是我可以知道你裝置的狀態 我可以知道你裝置是不是正在使用 那我甚至可以辨識你的裝置 這個是之後再講的 那這邊有一個可能會影響比較大 是我可以對你的Mac進行反匿名化 你的Privacy Address會變成沒有用 好 那講一下為什麼會Device Fingerprinting 第一個是你要看Type ID 例如說有一些OS它可能太老了 它根本不能發那個東西 例如說Instant HubSpot 根本不會存在於iPad Wi-Fi底下 因為它根本沒有Sale 它開熱點給你 它Sale就斷掉了 應該說它開熱點給你 它的網絡就斷掉了 所以根本不會有Instant HubSpot 那你可以用這一招去辨識裝置 那你可以用這一招去辨識OS Version 例如說Apple Watch相關的東西 其實可能要在iOS11以上才會有 那有一個叫Nearby的Type ID 這個要在iOS10以上才會有 那至於說屬性的部分的話 就是剛剛前面講到的Instant HubSpot 它其實會一直把你的Battery 它會把你的Battery Level噴出去 把你的Sale Service Type 跟Sale Quality一直噴出去 這樣旁邊就可以知道 那如果再搭配其他方式的話 或許可以知道誰的電池狀態如何 這是可能的 那至於說Activity的部分的話 例如說Handoff Handoff只有在 它可以做Handoff之後才會噴出來 例如說你正在Fivebox開著 然後它正在前景 它才會噴Handoff出來 這時候我可以知道說 你的裝置是開著的螢幕正在用 你可能正在用什麼Apple這樣子 那Instant HubSpot相關的東西的話 因為它的過程會需要做Wi-Fi神的握手 所以我可以在握手附近的時候 就知道說你的裝置正在附近 那對 那Nearby的話 就是你的裝置 其實只要在搜尋範圍內 它就會一直瘋狂噴出來 所以理論上 我現在可以直接插上一支Woodoo 然後跟你說這個會場 裡面有多少IOS device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那Identity的部分的話 是在Instant HubSpot的時候 因為Wi-Fi協定裡面 並沒有任何類似Private Bank的實作 所以它在做Wi-Fi Connection的時候 是要用Public Bank去做的 那因為在Apple目前的chip上的話 它的ID是加1 所以你可以同時開著KissMat 然後又開著UberTooth去搜看看有沒有握手包 那你在KissMat看到有人做新連線的時候 你去看UberTooth那邊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反推回去 這個我想應該有個名詞 可能叫Correlation Attack 基本上你可以用這招去做 它裝置的Private Map反映名畫 那Spoofing的部分的話 我因為要實驗這件事 我跑去改了UberTooth自己的code 那它其實有一些長度限制 那因為長度限制的關係 所以我的Spoofing不是很完整 但我的確可以達成Spoofing 那UberTooth的話 它構成的版本 它會有一個Fox Stave Mode 基本上就是讓你可以發虛假的廣播包 但是你必須要先知道它的 你必須要先知道收發者的Public Mac Address 那你如果有用法逆迷畫解 你可以先知道 如果是Mac 對,沒事 不過像我發的這個是 Insert Hotspot的廣播 它的payload 它可能有一些笑起的問題 這個可能要注意到 好,那我們來講Continuity Protocol本身 這個因為是完全摸黑 沒有Prior Art 所以只能瘋狂拆一波 然後左上角那個是Neo VIM 所以先不要管它 在它的Vertication跟解密過程中 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連線 它會跟一個內部的UID做連接 那如果UID它之前看過的話 那錯的那一邊 它就不會再去跟IDS 要這個東西的Public Key 那另外的話 基本上他們可以從 可以從線上去知道 那個東西的Public Key是誰 那在實驗過程中 我其實在很早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把IDS弄壞了 因為我就為了實驗 我直接把所有的iMessage 什麼Key 直接從Key線裡面砍掉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東西壞掉了 所以我其實很早就知道說 它可能是依靠這幾把Key在運作的 那我把它修法的方式是 我直接把Mac跟手機都重開 然後它就好了 所以我有一個推論 推論是 這些Key它可能會在重燈 或是在 它可能會在重燈iMessage的時候 可能被下載 好 那在它解密跟確認過程中 如果說它根本沒看到Public Key的話 它會直接安靜地失敗 它什麼都不會跟你講 然後你就會卡在那邊 為什麼卡那麼久 那在Instant Hard Spot的過程中 因為Instant Hard Spot 它其實有一個timer 那那個timer超過 它就會跟你說 你無法領先到什麼裝置 好 那當它收完訊息之後呢 它第一件事 是先去叫那個前章 然後去確定說 這個前章是不是有效 那這中間會有一些問題 等一下會講到 那還有Decryption 它在Verify之後 會做Decryption 那相關的關係是寫在下面的 那前面講到說 其實是之前它有出過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剛剛有說 它只檢查簽章 那它只檢查簽章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你有時候會改一些 你可以改一些bit 但是它的簽章還是不會壞掉 那這會有mobility的問題 那這之前被人家報過 我等一下會附上那個連結 不過在我猜的時候呢 Apple的確是後來有修正這個方法 它的修正方法是 它會在收到訊息的時候 把它算成hash 然後第一步是先問看看說 是不是有看過這個hash了 那如果沒有看過這個hash 就把它塞進一個清單 然後就這樣 每一條訊息進來都走過這個流程 所以它可以在某方面上 防止你隨便亂replay 但是我們不知道是說 這個list它的長度會多長 它可以多好的去防禦這個問題 例如說我故意傳一個訊息 讓你crash掉 那個list就不見了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是要查證 好 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動 所以它導致你可以replay 那當時它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做憑證綁兵等等的機制 那再加上說 它本身的算法是有 是有 compression 它本身的算法是有 先壓縮之後 再加密的流程 那它中間做的方法 有一些問題 所以會造成有一個 compression Oracle 的問題 那這篇的話我會再會以後 我可能會在粉絲團上面之類的地方 我可能會把東西放出來 就是把這篇配配的連結放出來 好 那它整體流程中有一個蠻重要的API 是sec.mp Verify and Exposed Message 那這個東西是它message 在一進去要verify的過程中 它就會叫到 那這個東西它在size of payload 是0x1以下 它是不工作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會收到從HCI來的raw payload 它已經把你接好的 後面會提到說 它是怎麼接起來的 那它如果說 它第一步會先接 它先呼叫 digest and verify with error 這個東西 那它的signing的話 它的signing其實是針對 那個payload的sha1 digest 然後去做sign的 那如果說它驗證 其實上次成功的話 它就會去叫decryption 那反之它就會直接 安靜地失敗 就跟前面講到一樣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 它是依賴一個private framework 叫secure.framework 那背後依賴的韓式 基本上是一個 Apple自己都說 已經deprecate的韓式 但是Apple自己還是在用 那它最主要是用到 亮亮的兩個API 是secverify transform create 跟secdecrypt transform create 兩隻API 那前面有提到說 它會幫你組好包 這是因為他們 他們在BluFoot 實際上傳輸的時候 他們的包是可以被切割的 那你如果隨便抓一個包進來的話 你第一步 你可以先看它是不是 0x27到0x28 是一個看起來像length的長度 如果它是一個長度的話 那這代表說這個包 是它切割包裡面的第一個包 那你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總共的包 你再把它反切割 就是組回來之後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應該要多長 那在0x03到0x27中間的話 它是會有一個header的 那目前還是沒有先去解它 但是如果這個header不存在的話 你就可以放心的猜測說 這個包它是接續上一個包的包 那你總共的長度 減掉配load的長度的話 就會是 應該說你組完之後總共的長度 減掉你在0x27到0x28的長度 之後你就可以 你會知道說它的簽名應該要多長 那在實際上解密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有分成好幾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是 它會先把它整個包的前面160byte 它要做RSA OAP解密 那這些key的話 是像前面講的 可以在keychain裡面撈到 那在第二步階段的話 這個地方有點複雜 我沒有把握可以在這邊講 但是它就像我下面講的一樣 它先對前面的東西做 它解密之後前面的16個字 是AES118的CTR key 那CTR裡面它需要一個counter 那個counter其實開始是1的 那它把它跟你前面 因為我們RSA只解前面160 那在160後面的東西的話 我們把它跟你 把它跟這些東西接起來 之後你就可以拿到一大包東西 那它一大包東西後面 它其實是一個bplist 而且它被gzip起來了 那我其實有解成功 因為我拿到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垃圾 但這是因為還沒解出來 我那時候其實卡了好一陣子 我還沒解出來 但這時候我其實可以把包組起來了 那中間我其實放了好幾天之後 我才看到這個東西 我才看到它其實有一個EF8B08 然後我丟進gcxq 之後我才知道說它其實是gzip的header 因為我其實在解這個時候 我沒有用這個自動化工具 這是一個lesson learned 那你在把它成功解出來之後 你其實會拿到apple binary plist 那它裡面其實會跟你講 跟你講說那個裝置的 應該說它會跟你講那個熱點 它的sid跟public key 跟psk 抱歉 那psk部分我用橘色蓋起來了 因為這很明顯不能放出來 但你經常要解出來之後 你會拿到這些東西 好 那在這部分的話 我其實有一個倉庫 我會把它放出來 但是目前的話 我這個倉庫 它目前是只有實作 就是可以整成說附近 有哪一些comput new message 被發送的機制 那我之後 我之後會再把東西陸續放出來 例如說我可能把decryption這部分 弄得更完整一點的 例如說我剛剛前面有貼screenshot 我其實可以做 我再把它整理之後 我再把它放進倉庫裡面 那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我在剛剛看到 我在這部分解完decryption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點很欣慰 是因為apple其實之前 之前它可能有時候很喜歡 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一套東西 那這次的話 至少說它是沒有做它自己的東西 它基本上是用公開的算法 除了它在signature那一塊 我是用python的公開 還是解不開以外 那這部分還在看說 為什麼signature是解不開的 對 那如果說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就進入remarks 基本上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還在進行這種研究 不過我還是需要蠻多東西的 那其實我 其實我有想了一下說 就是我們大家在平常用這些裝置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想要說這些東西的安全性 尤其是在挑 Apple公司做的裝置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Apple公司會保護我們的隱私 但實際上你可能要思考 所以你可以接受它 洩漏多少你的隱私出去 因為它就有點像破掉水桶 它隨時會漏一點點 只是你不知道 那尤其是基本上 Apple公司的所有東西都是必源的 它沒有什麼 它不太有東西是開源的 那這時候你就不能公開去審視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有問題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它在broadcast那塊的話 它如果說今天要防止 Privacy League這一塊 它其實是可以用更多的加密 例如說它可能可以在廣播那邊 就直接用加密 然後就配合IDS 但是這樣可能iCloud會非常辛苦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那還有一點說 就是在中間 我其實有稍微進行一下發展 那目前我在contentary這塊的話 看起來Apple它 它對這方面的防禦是做得比較好的 它沒有很明顯漏洞 可以RC或是讓你crash之類的 但目前的話 這邊我是有找到兩個privacy leak 跟我今天直接把Apple加解密flow公開 好 那我長度基本上到這邊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我們感謝講師帶來的精采的演講 雖然他剛剛問過一次了 確定沒有人有問題 因為還有一些時間 好 那個 那邊 後面 那個Live Demo 來一波 目前只能收 而且我Uber 2在包包裡面 但是你想要的話 我可以到會場陪你一起收信號 好 其實原本是有一個打算 是今年我打算背著一個巨大螢幕 然後在會場走來走去 用Uber 2收信號 然後跟你說會場有多少iOS device 他們在幹嘛 但是因為我目前搞這個研究太忙了 就像要搞攤位的東西 所以就沒有背著大螢幕到處亂走了 但是又帶電話 OK 等一下可以來攤位找我們 我可以開著Uber 2來收 OK 好 太棒了 大家等一下可以到壇位上去找講師 問更多的相關的細節 那還有什麼問題想要詢問的嗎 Any more questions? OK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感謝他帶來的精采的演說 我知道阿嬤 麼非常棒